第21题 由于电路装置如幼土 接通电流后 甲乙丙三个电阻器的耗电功率相等 且甲乙丙的电阻值分别为R甲R乙R丙 若导线电阻忽略不计 则下列关系是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我们的甲电阻跟乙电阻是并联 并联的时候电压会一样 那么根据我们电功率P等于IV 我们的电压一样 他说功率一样 所以电流呢也会一样 那不论你是根据呢 V等于IR 或者是功率P等于I平方R 都可以知道 在我们的电压电流一样的时候 功率一样的时候 电阻也会一样 所以我们的电阻甲 会跟我们的电阻椅 两个是一样大的 那我们这里通过电流正确的设要设为I 可是我们简单就设为电流通过的是1 这里通过电流是1 两个汇合的时候 总电流等于分电流相加 所以他电流值就是2 那么这边的丙的电功率呢 是P会等于I平方R 他说我们的功率要一样 可是我的电流呢变成两倍平方 所以电阻值呢要变成四分之一 也就是R甲会等于R以 可是我们的R饼呢 只有R甲R以的四分之一 所以呢我们的R甲R以就是我们的丙的四倍大 因此第二十一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关系是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R甲等于R以等于四倍的R饼